自演陽光讓人快睜不開眼 站在室外幾分鐘 感覺快熱到融化 未來一週 臺灣正是進入入夏最高溫 北部東半部有望突破38度 熱傷害人數恐怕也會聚增 根據統計 去年六月兩百八十人次熱傷害 今年五百一十人次成長了兩倍 今月才短短三天 就有五十七人次就一 可能突破去年整月份的七百七十五人次 有時候溫度是三十六度 它的體感溫度是四十度 甚至四十一度 那種狀況之下 有時候真的會休克 過去熱傷害統計 高雄居灌接著是台中和桃園 六大族群得特別小心 包含排汗能力差的 嬰幼兒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服用特定藥物會干擾水分 鹽分平衡也會抑制流汗 長時間曝曬在外的也要注意 甚至過重也容易有傷害 熱傷害分成熱衰竭跟熱中數兩種 熱中暑是最嚴重的 意識會改變 然後會沒有汗水 然後一樣會噁心嘔吐 那這個時候體溫就會開始非常的高 脈搏非常的快 體溫升高 心跳加速 頭痛噁心都是警訊 得每天養成後兩千CC以上的水 戶外工作每小時喝二到四杯 另外蔬果也能補水 但要禁止酒精大量糖分飲料 維持體內所需水分 才能避免熱傷害腳上門 八十六年降臨五十四年 台北通報道 正中午別外出 不要長時間的曝曬 這些大家可能都已經耳熟能詳了 但接下來我們卻要告訴您 有很多容易被灼傷被燙傷的地雷 還是得要注意 包括很多人可能騎機車通勤啦 那這時候機車的排氣管 你有注意到嗎 正常行駛下的溫度動輒破百 但如果加上高溫下的曝曬 側面有防護蓋沒錯 但是它能夠到150度 排氣管的末端溫度 可以衝到300度 換句話說 只要觸碰到一秒鐘 就可能是二度灼傷 太陽高掛 高溫止射 不只熱到一直流汗 就連長時間曝曬的物品 表面溫度也跟著飆升 成了夏日燙人地雷 現在已經下午四點多 其實太陽是快要下山 但是溫度還是來到34度的高溫 就連旁邊停的這個機車 排氣管的溫度一側 隨便都能超過100度以上 我停水泡 我那很痛 現在停在它的旁邊 你就有可能被它燙到 剛停好車的實際側溫 最高溫量到170度 如果再經過長時間的曝曬 排氣管末端溫度 可能達到200到300度 側面防護蓋也有150度 就連停鎮子的坐墊 也還有50度 另外公園內的郵具 雖然都已經有防燙措施 但鐵籃杆鐵製健身器材 在長期高溫曝曬下 還是有可能燙手 超過100度以上 碰小於1秒 就會造成2度燙傷 接觸超過1秒 所以2、3秒 甚至5、6秒以上 那大部分會變成 深部的2度燙傷 通常6、70度就會燙傷 100度以上接觸2秒 可能會到2、3度的灼傷 比起前2度的水泡 能自行恢復 12度得要輕闖 接觸的時間越長 如果到了3度灼傷 就要直皮 所以燙到的當下 緊急處理很重要 沖冷水沖個10到15分鐘 高溫讓機車排氣管 變燙人地雷 但想降體內的熱 就得靠涼桿小霧 最好速冰湖 常溫飲料30秒 熱飲1分鐘 就能降到5度變超消暑動影 另外變形電扇 夾扇 能隨帶隨走 到處都能吹風的 也成為剩下最熱門產品 消暑小物的銷量 都叫上個月翻倍成帳 尤其像是風扇 循環扇 涼電或是像是一些 居家DIY的涼桿小物 都非常的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未來只有高溫持續 小心周遭環境 讓自己燙灼傷之外 也得想辦法讓體內降溫 讓炎炎夏日 能清爽度過 把炎夏日行台北從暴動